STARSHIP男團CRAVITY 最近舉辦線下簽名會 竟被抓包名單造假 唱片行在公布了名單後 竟已計算錯誤的理由更換為01份名單 然而新的名單中疑點重重 有多個重複名稱和電話號碼 網友質疑公司和唱片行 似乎是為了讓粉絲下次可以買更多張專輯 才將原本可以進行簽售的粉絲換掉 即便唱片行方面已經到簽並退款 但還是讓粉絲們十分火大 就有人挖出造假已經不是第一次 現在還稱以ICE1無謂成員的名字拼音 來當作簽售名單 雖然名字未全部顯示 但附上的電話後四碼也分別是該成員的生日 造假痕跡可以說是很明顯 而ICE1成員張元英、愛玉珍在團體解散後 回到原公司STARSHIP與新團IV重新出道後 公司在各方面都在切割兩人和ICE1的關聯 像是其他團員都還會常常提到彼此 但元英玉珍幾乎連名字都不太能提到 也很少看到和前隊友的同框等等 補殺過去的行為已經讓ICE1的粉絲很無奈又不滿 如今拿出ICE1的名字來造假名單更是讓大家吵錯愕